美国指控四名与俄罗斯有关联的士兵 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期间对一名美国人犯有战争罪 司法部称这是根据美国战争罪法规提出的首次指控 针对四名俄罗斯男子的长达九夜的战争罪起诉书 包括对美国公民实施酷刑、不人道待遇 共谋犯下战争罪和非法对待美国公民的指控 司法部长加兰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全世界都目睹了俄罗斯残酷入侵乌克兰的恐怖 美国司法部也目睹了这一事件 加兰说这就是为什么司法部首次根据美国战争罪法 对四名俄罗斯军人提出指控 指控他们对美国公民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 起诉书指出这四人分别是 姆克尔·西洋和布德尼克 以及仅透露名字的两个人瓦莱里和纳扎尔 这名美国公民的名字没有被披露 起诉书称 这些人据称审问、殴打和折磨了这名美国公民 美国司法部称 他们据称还威胁要杀死受害者 并进行了模拟处决 中文字幕志愿者 anov书